作者 张义 近段时间 坑队友已经成为美国对外关系常态 连续坑过一批盟友后 美国又将矛头指向老朋友英国 2018年7月9日 据参考消息网 原以美国房屋新闻网站报道称 为维系英美军事关系 英国需要每年多花100亿美元 而这还是在比较正常情况下 即美国没有要求英国进一步提高军事拨款前提下 报道指出 英国下议院国防委员会日前承认 英国房屋确实从美英密切军事关系中受益 然而 随着美国对英国军事能力的要求不断加码 英国必须进一步增加国防拨款 根据英国国防委员会计算 该拨款大概需要每年增加80亿英镑和105.9亿美元 只有这样才能不影响与美国军事关系 虽然英国官方对此表述很婉转 但从言辞之中不难看出 上百亿美元的新增拨款 对英国而言并非小数目 英美军事关系的存在 事实上正在加重英国经济负担 自二战结束以来 英国军事实力不断下降 即使英国不肯承认 可现实终究无法回避 为适应新形势 英国国防开始从殖民时期的全球部署转向实用性防卫 重点维护一些海外利益 然而 这样一个没有进取新的英国 显然无法令美国满意 美国需要英国尽可能增加军事实力 这样才可以为美国奔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